夏天是吃酸仔的規矩 其中最受到市場歡迎的酸仔就是愛文 愛文其中又在台南又正最出名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 中華愛文的品質也是非常讚 雖然不像台南這麼出名 但是中華所成善的愛文 煮米也是香甜又好吃 酸仔是夏天最美麗的水果 台灣酸仔的品質也是世界各國的困難 為了正出最好吃的酸仔 各種利用土酸仔的手頭 吃雞不一樣的酸仔 沒有出大大小小不一樣煮米的酸仔 對像親手拼捧大了的酸仔 一直到現在最新 像親手手丑一樣大了的叫文酸仔 每一種都讓人當不來想要吃一口 台灣的酸仔最受到還原的就是愛文 所以農民的利用中華天然最好的環境 沒有出好吃的愛文酸仔 酸仔沒有輸入 因為我們這裡的地質和氣候 還有因為我們地理環境的環境 所以說很厲害 雖然雖然這是沒有大顆 但是品質很好水粉很有夠 很甜 還有我們愛文的香味 所以說如果有法度提供比較多 我們這裡可以做在地的特色農產品 這個甜度砸到15度 我可以做到15度 我們愛文的好處就是 它裡面不會冷心 還有可以加工做山冰 做山冬 做冰沙啦 氣味都很好 對 還有很厚生 我們這裡的管理像我這裡 台幼車6分台 包車15個 台灣農產品更化的實力 世界有名 透過農民的努力 讓台灣一年輸過 都能有好吃的水果可以吃 因為山極的寒桌 鄉親要保有時間 才能吃到這哩哩的酸仔 新中華新聞北邊林中華 蔡鳳報德 蔡鳳報德